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又跟大家說一下知智嚴命禧 知智可以這樣說 就是星夢裏面的其中一個優異生 爆紅之後擁有很多個人的歌曲 亦都是近年 一個上位得非常非常非常之快 又年輕的一個歌手 被譽為前途無可限量 有知智出現的地方 他的一舉一動也成為了大家爭相報道的話題 亦都備受很多廣告商和Event 那些製作單位的歡迎 亦都很多很多很多我認識的記者朋友 和娛樂圈的人很喜歡知智嚴命禧 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個 近日他即將會舉行他的GeForce演唱會的補場 上一次在這個演唱會裏面 亦都演繹了阿姜 姜濤的Dear My Friend 引發了兩位年輕歌手 就隔空鼓勵成為一時熱話 日前知智接受訪問宣傳他的新歌的時間 亦都講到這件事 他就說 當然如果是姜濤先生 亦都非常願意跟他合作 我之前上過電台 有DJ朋友說我們的性格有點相似 即是跟阿姜濤有點相似 即是 不知道下個月再加場版的GeForce演唱會 會不會聽到更多 關於他唱這些Cover作品的驚喜呢 大家儘管就拭目以待 不過就講回下個月舉行的演唱會補場 兼加場 在今個月之前我做節目也有介紹過他的新歌 透光者 在為這首歌做宣傳或接受訪問的時候 姜濤特別講到 今次的MV 他有表演芭蕾舞的環節 他就說 今次在MV裡面 他跳的都不是正宗的芭蕾舞 反而偏向現代舞多些 之前拍了MV 就病了整個星期 所以學不到原本可以跟跳舞老師學的舞步 幸好 Edlib即場發揮也算順利 老師你也即場教我舞步 我也要讚賞自己 那天的記憶力很好 老師教了五個舞步 都記得做到 我自己就覺得跳得很好 如果他不說 我都不覺得是臨時加插 也是抱病著這樣做 相當之難得 真的要讚一下支持 那個堅毅 即是要上學 又要做宣傳 出租做訪問 準備演唱會 現在病著拍MV 都做得相當專業 嚴明熙雖然說 跳舞不是他的強項 但為了表演 原來至少和家人已經有培訓了 其實一直對跳舞有點興趣 之前學過跳舞的原因 因為歌唱比賽 比賽時比較害羞來向 完全不懂得肢體動作 在台上一棵木地站著唱歌 完全沒有任何手部動作 或動作 所以那時家人 家人就說 不如你學一下跳舞 令到自己有點台風 事到如今 想不到可以在這個時間出道 例如在拍片 拍MV的時候大拍用場 他就說 覺得跳舞都應該要重拾一下 如果跳的話 重拾舞步未必適合我 其實小時候都想學芭蕾舞 現在就想學古典舞 比較符合我的肢體動作 因為我做事都比較輕飄飄 較小 嗯 就是這個重擊的動作 至於今次的演唱會 Gigi就說 吸收了上次的經驗 更加嚴陣以待 他就說 其實覺得上次演唱會 就未夠時間準備 所以今次跟公司申請 可不可以在演唱會之前 至少一個月 讓我不用接 那些show 或者其他事情 讓他們可以專心做運動 做dream 去準備演唱會 包括了 還有就是上課 唱一下歌 排舞 希望在這個月 能夠盡快 pick up這個演唱會的狀態 可見之子 為了這個演唱會 絕對不是開玩笑 是很認真對待 希望以最好的一面 去交給觀眾 有一個好的演出 給大家看到 他也說 其實有細心看上次 這個show 就說 其實覺得每個位置 都有進步空間 之前上網都要看自己的演出 雖然不是特別差 但也有很多進步空間 有些歌不是自己期望 所以今次會唱多一次 當然也有些歌 希望可以給大家不同的感覺 會選擇新的歌 未唱過的歌 放上去 希望給一些新鮮感的觀眾 即是說 其實這個run down 和schedule 一定跟之前 對上一次的演唱會 是有少許分別 希望可以帶到一些新的arrangement 就不是完完全全 copy之前 那個演唱會 就唱一次 絕對不是這樣 被問到去年的GFOX演唱會 支持 借姜濤的DMIFRIEND這首歌 送給歌迷 之後也得到 姜本尊的轉載 兩個 兩個 兩個同年代的 當時得令的歌手 隔空 互相鼓勵 兩位看似電視台背景 對立的歌手 其實就絕對 不是這個敵對關係 對於知智來說 他都希望有機會跟對方合作 他就說 當然如果是姜濤先生 我都非常願意合作 我之前上電台 有DJ朋友說 我們性格跟他有些相似 我就未真正見過他的 或者未面對面正式交流過 聊天 所以也希望有這個機會 那當然 作為Fans 當然就相當期待 即是無論你是姜濤也好 或者是資源粉也好 你各自支持是偶像 那帶來作為我們 即是樂迷 即是作為傳媒的一份子 更加希望 兩位當紅的歌手 能夠有更多的 interaction 或者互動 即是如果看到他們 互相唱對方的歌之外 會不會有機會 互相合作呢 雖然呢 在一個 即是兩個不同的背景 一個是Megaville 一個是TVB 要他們兩個走在一起 的公司 走在一起合作 就一定的難度 那但是呢 如果有這個 世紀同台呢 應該就會相當相當之 哄動 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了 除了之前 支持第一次 即是 面對著這個 全緋聞的經歷 即是大過女 除了這件事之外呢 她的服裝造型呢 也都 呂呂成為了大家 談論的焦點啦 譬如好像之前 曾經試過 新城頒獎禮的低空性感 萬千聲輝頒獎禮的 紅殼造型都被熱議啦 有人呢 就用時裝車 去形容她 不過呢 幸好呢 Gigi沒有因為這樣 而不開心 就非常之 EQ高 以及很成熟 亦都很虛心 那麼她又覺得呢 時裝和音樂一樣 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她就說了 我已經預料之前的造型 會被人說的了 因為我覺得呢 跟自己以前的自己呢 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加上呢 這些造型呢 確實是比較極端一點 所以反應兩極都是意料之外 她就說呢 最初試造型的時候 即是未化妝未set頭 所以就感覺不出啦 但是呢 坦誠呢 當我試的時候 因為之前沒有試過 這樣的風格的衣服 是有點震驚的 不過呢 她向來愛挑戰新事物 又覺得呢 既然未試過 就不妨試一下 那麼我覺得自己都認同啦 老實說 穿衣服的東西 你自己咸如青菜 各有所愛啦 作為一個藝人 去到那些頒獎勵 一些大型 一些隆重的場合 當然你不能夠太過素服 一定是有些造型的啦 尤其是 好像演唱會一樣的道理 總會有一些比較鮮明突出 就不是你平時走出街的造型 尤其是芝芝這麼年輕 其實她的骨架又這麼漂亮 基本上可以carry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服裝 穿上身 不試過就不知道 以前的妹姐 這麼紅的歌手都試過 在她的造型上都被人批評啦 我覺得作為18歲的賢明熙 也都真的很認同她 即管她試啦 有什麼所謂 總會有人喜歡 有人會有批評的 也被問到 安排了一些自己沒辦法接受的衣服 有沒有試過呢 她就說 好像沒試過呀 因為暫時都沒有這些事 令到我要這麼抗拒 還有可能也都因為我性格的關係 又喜歡試新東西 也都比較不想煩到別人 所以就沒有因為這樣被人批評 而受打擊到一些信心 認為做得不好 就下次再做好些 說得對啦 希望這個期間 我自己都可以再試多些不同的風格 慢慢去從而找到一些 真是屬於自己 或者真是適合自己的一種感覺 她也都不排斥這個性感的服裝 但必須健康性感 不可以隨便 我自己就覺得 你認為對 你認為想試的 儘管大膽一點去試吧 有時創作和唱歌都是一樣 都是要大膽的嘗試 試過才知道好還是不好 我自己就很支持你 也都祝賢明熙未來的演唱會成功 至於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賢明熙這個訪問 所說的內容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